罗马书五章一到十一节 我们既因信称义 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神相和 我们又借着祂因信得进入现在所占的这恩典中 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 不但如此 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 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 忍耐生老恋 老恋生盼望 盼望不至于羞耻 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 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 基督就按锁定的日期为罪人死 为一人死是少有的 为人人或者有勇敢做的 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 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 现在我们既靠着祂的血称义 就更要借着祂免去神的愤怒 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 且借着神儿子的死 得与神和好 既已和好 就更要因祂的生得救了 不但如此 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 得与神和好 也就借着祂以神为乐 我们做一个祈祷 至高全能的上帝 谢谢祢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 奇妙的作为 祢如此的恩待自勇 我们的弟兄 让祂认识了你 生命从悲痛 没有盼望 转向了在你里头的安慰 充满着希望 也因着祂过去不认识你 祂走了一段冤枉的路 而在认识你的中间 因为一命的和好 也促成了祂与家人的和好 祝我们为这而感恩赞美你 祢也在我们中间动起善功 让我们每一个人 也能够经历你的爱 与你和好 也能够与家人的和好 让我们过着一个团圆的生活 上帝今天早晨 让祢的话语 让祢的见证 让祢的诗歌 深深触动我们的心灵 让我们回转来到祢跟前 放下我们内里的自私 骄傲 让我们愿意谦卑 附在祢的跟前 这是我们的祈祷 愿神垂听 恳求祢的灵 今天早晨 在我们心中动起善功 在整个会场自由运行 我们如此祈祷 奉主耶稣基督的圣灵 阿们 花好 月圆 人和 是人生的理想 也是人生的期盼 也正由于如此的期盼 引发了许多的痛苦 因为理想 与现实 往往是有纪理的 现实里的花 会凋零 美景 不常在 月有阴晴圆缺 人有悲欢离合 天有不测风云 人有旦夕之祸复 此事 孤难全 我们希望 天天跃远 我们希望 我们天天团圆 我们希望 每天 康健 安稳 此事 从古 至尖 不可能 天天如此 亲爱的弟兄姐 在这种光景中间 佛教教导 我们要学习放下 不要自作 不要自作于 这样的理想 要放下 如此的理想 当你越放下的时候 你单子 就越清神 相反的 如果你不能放下 你的单子 就越重 痛苦 就越加增 你越自作 你反倒被自作 你越抓住物以人 越被其所抓住 正如你抓住香烟 以后是香烟抓着你 你抓着毒品 以后是毒品抓着你 你抓着金钱 以后是金钱抓着你 它有一种 说不出来的力量 只因为我们不能放下 我们自作 据说猴子 我们如果要抓它的话 是不可能 因为它太灵活了 可是我们在东南亚 有人就用这样的方法 把椰子挖个洞 里头丢些花生在里头 它看见花生 它想要吃花生 就把手一伸进去 抓着花生 然后你就要去抓它 理论上 它应该把手一放 它就手重新伸回来 谁知道 它手伸进去以后 说不回来 因为它紧紧地抓着 它不肯放这个花生 就因为这样 这只猴子被抓着了 你抓着 反而是被抓着 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要放下 这个自作 要放下 这种死聘地抓着的理想 是非常重要 可是 这终究是理想 你要放下 谁不晓得 你不要自作 谁不知道 我不要拜偶像 我也愿意 可是谈何容易 同样的问题 理论和现实 是有很大的距离啊 所以基督教信仰 在这时刻 进到我们的生命里头 企图要帮助我们去理解 让我们能够放下 我们之所以能够放下 并不是因为我想 放下就能放下 我想不要贪钱 就可以不贪心 我想要不要犯罪 就可以不犯罪 不是的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有一股很大的能力 那是一个负能量 不断地要抓着我们 使我们跟着它走 我们明明知道 那是善的 我们偏偏行出来是恶的 我们知道那善应该行的 我却行不出来 那恶是我不应该行的 我偏偏是行 我真是苦啊 这是保罗的心声 也是今天多少人的心声 我们希望过着一个和好的日子 我希望对我爸爸妈妈尊敬 我希望我的家和好 我希望跟我的太太 跟我的丈夫 能够和谐地相处 可是我就是不能接受她 我恨她 我不满意她 亲爱的弟兄姐 这种的挣扎 老是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浮现又浮现 那股力量一直冲击着我们 使我们破碎 再破碎 使我们的家感受不到 那一份的光 那一份的温暖 相反 越来越黑暗 基督教信仰告诉我们 上帝爱你 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 上帝将他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当我们做罪人的时候 当我们以神为敌的时候 当我们不认识他的时候 他的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 因为神爱是人 将他的独生儿子 耶稣基督赐给我们 是上帝先放下他自己 他将自己的儿子 他最宝贵最珍惜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 差遣来到世界 他为我们放下 神之所以可以放下 因为上帝就是爱 在爱里头 他放下 他把最好的放下 就是他自己所爱的 耶稣基督 上帝的圣子 这是基督要信仰 所告诉我们的博爱 一种非常深沉的爱 也是一种非常痛苦的爱 因为上帝 为着我们放下了 他自己的独生儿子 就因为这样 上帝借着爱 来向我们显明 他不是一大堆的教义 你应该怎么样做 怎么做 怎么做 他不是一大堆的教训 告诉你 你应当如何行 不是 而是上帝自己行的 是上帝爱了 是上帝给了 是上帝放下了 就因为这份爱 他要我们学习 去领受他的爱 去经历他的爱 而在他的爱里面 我开始放下 自永可以放下 他跟弟弟和好 他可以放下 能够接受他寂寞 只有一个原因 上帝的爱 在他心里 一个人没有爱 很多只是理想 你做不到 有了爱 你看见那是可爱的 浪子回家的时候 圣经里头细数 这个小儿子 他跟爸爸要了产业 往远方去 挥霍 嫖赌 饥荒来了 他的钱挥霍完了 他想要继续生存 他必须去工作 而他从来没有做过工 他只好去做 犹太人不能做的工 就是去养猪 而养猪的时候 看见豆甲子 就是猪所吃的食物 他都想吃 他饥饿到来到这个程度 就在最痛苦的时候 他开始想起了 他远方的父亲 他的家乡年老的爸爸 爸爸曾经对他说过 孩子 你今天离家 我等你回来 爸爸爱你 爸爸等你 他终于回去了 因为这一份爱的吸引 他回去了 一路上他对自己说 我见到父亲的时候 我一定要跟爸爸说 爸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你 请你原谅我 一路走 而爸爸就在远方的高纲上 天天在期盼着 自己心爱的孩子回家 终于那一天看见 远方有一个影子走来 他的样式 他走路的模样 太像我的儿子了 他远快快地走向前 去看 越走向前 越看越像 终于来到跟前 正是我的儿子 他就抱着他 亲着他 而儿子跪下来说 爸 我得罪了天 又得罪了 连要得罪了你 这句话没说完 爸爸吻了他的 被基尼吻过的嘴 爸爸拥抱他赌博的手 爸爸给他穿上了新的鞋子 给他戴上了截子 穿上了新袍 全部地接纳他 回家 就为他大事庆祝 就杀了牛羊 敲锣打鼓 就大事地请左林右舍来 庆祝我的儿子回家了 他从死户生了 而在田园中 工作的大儿子 听见家里 大罗小鼓的响声 就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用人对他说 主人啊 你爸为着你弟弟回家 大事庆祝 他回来了 到了家的门口 爸爸说 快回来 快进来 你弟弟回家了 哥哥 恋无表情 什么爸 他是谁 他回什么家 这哪是他的家 他已经把家给毁了 他应该得的产业 已经拿走了 他凭什么回家 爸爸说 孩子 回来 他回来了 这是十里户生啊 你应该高兴 你生气什么啊 他说 爸 我只能不生气 他今天回来的目的是什么 他回来是想重新再拿多一份产业 他岂是回来孝敬你吗 这么多年来 不是我孝顺你吗 不是我陪伴你吗 是他吗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今天太像大哥了 我们心动没有爱 我们心动没有爱 不像爸爸 爸爸心动有爱 回家的不是浪子 回家的是儿子 哥哥没有爱 回家的不是弟弟 回家的是浪子 关键就在爱 有了爱 各比家的孩子 你都觉得他可爱 各比家的孩子 多么顽皮 你也觉得他不错 如果没有爱 各比家的孩子 活泼一点 你都觉得他顽皮 你家的孩子 怎么样的顽皮 你都觉得他很活泼 爱是不一样 爱是关键性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 让我们心中有爱 有了爱我才可能放下 有了爱我才可能走向前一步 有意爱我愿意放下财物 去施以别人 我愿意给他 不是我多余的 而是我愿意给的 我本来自己要的 即使是多余的 我也不想给他 可是因为有爱 我愿意帮助远方的人 甚至今天 在缅甸遇到灾难的回教徒 我们基督徒都给钱 继续地帮助他们 爱他们 因为有爱 没有爱我们只有恨 没有爱我只拿着枪干 把他干掉 如果没有爱我烧他的房子 没有爱我杀他的孩子 我有爱 我愿意接纳 跟我不一样的他们 亲爱的弟兄姐 爱是上帝将他的儿子给了我们 因为有了爱 我放下了内心的憎恨 仇恨 因为有爱 我原谅了那伤害我的人 亲爱的弟兄姐 耶稣说 爱你的仇敌 为他们祈祷 你看耶稣的爱何等的大 我要爱一个陌生人都难 我要爱仇敌就更难 这是不可能做到的 圣经说你要爱所有的人 我怎么爱得下去 他跟我什么关系啊 他伤了我叫我爱他 这是不可能的 我没有恨他已经很好了 可是基督教信仰说 你要爱他 你要原谅他 你要饶恕他 你要为他祈祷 只有这样 你生命会变得不一样 你会清神 只有志勇开始 接纳自己的后母 他才会轻松 他才会喜乐 一个人耿耿于怀的仇恨 一个不愿意去接受对方的结 他永远会成为心中的重担 所以当你爱你的仇敌 你就把重担放下 当你愿意原谅他 仇恨就圆你而去 当这个离你而去的时候 你就从监牢里头跑出来 因为基督在监牢的就是你 不是他 所以当我们愿意 在基督的爱里面 去接受像神爱我们一样 我们就变得不一样 有一些人 一直不能接纳自己 一直恨自己 甚至在镜子面前都骂自己 你很笨 你很傻 你没有能力 你不行 每一天这样的对待你自己 你好过吗 可是因为上帝对你的爱 你要接纳你自己 你为什么要放弃你自己 你是上帝所爱 你是上帝所珍惜的 上帝将他的儿子都给了你 你也应当珍惜你自己 当我接受我自己 我开始和自己和好 我接受我的后母 我就跟我后母和好 我接受我的兄弟姐妹 我就跟我的兄弟姐妹和好 当我开始以我周遭人和好 你看见一切变得那么美好 这就是神的爱 在我们心中 问题说 我们如何会去寻求神的爱呢 很多人都知道神爱世人 基督教的信仰 有时候放四个大字 神爱世人 他看了 没有感觉 好像他不是世人 为什么 因为你对这种爱 你没有感觉 你不会去寻求 什么时候神寻求 你会开始寻求神呢 就是上帝引起 一些的打击在你生命里出现 并且打击来呼唤你 来复养你 来叫醒你 你应该醒了 朋友 你还在摸缩吗 你还过着自己黑暗的日子吗 你今天 把自己的生活当作是你自己理所当然的吗 因为我有才华 所以我今天拥有 我今天这么聪明 所以我拥有这么多的财富 我今天因为有本事 我才会起到这样的老婆 我今天就是有这种能力 所以我才会生五个孩子 所以我们会把自己当作这一切 都是我理所当然 都是我的本事 都是我拥有的 所以在这一种情况之下 你自我炫耀 你怎么会寻求上帝 就好像你的房间里面 悬挂着一幅画 每一天静静出去 你看见他 好像没有看见 视若无睹 因为你自然 你习惯了 直到有一天 那幅画不见了 你就感觉好像少了什么 你牙掉了 你的舌头一直去动 那掉牙的地方 以前你不觉得牙 对你是很重要的 直到掉的时候 你才觉得它是很重要 有时候上帝就故意 把你生命中 一些你所心爱的东西拿走 为了要提醒你 你不觉得珍贵吗 你是需要的 你每一天绣花 绣久了以后 都闻不出香味来 因为你一直活在香味中 就好像在彩虹中的人 看不见彩虹 我们把我们今天所拥有一切 当作是理所当然 你都不知道上帝爱你 上帝把空气赐给你 你一直在空气中 你都不觉得空气可贵 直到有一天 乌烟瘴气的时候 你才知道新鲜空气 是那么可贵 为什么一定要等到 逝气的时候 你才感觉它的珍贵呢 为什么我们不能在 顺畅的时候 我们没有大病的时候 我能够来寻求上帝呢 我们需要重新去思考 我们人生里面 我们里头的这种的顿悟性 那一种的悔悟性的能力 是非常薄弱的 所以一直要受到打击 四七以后我才会沉思 我才会默想 这也是今天 为什么你遇到一些的困难 让你重新去寻求 更有价值的事物 而不是一天过一天 一日过一日 那是重新去思考 我人生的价值在哪里 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 那个心理学家医生 他赚了不少钱 因为他太聪明了 他太聪明了 每一天的工作 他在他日记里头说 我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我有时候埋着面包 就在车上啃着吃 后来他终于结婚了 这种人连结婚的时间都没有 后来结婚了 就在结婚的那一天 他的好朋友 驾着车子 来参加他的婚礼 就在途中 车祸去世了 就在那一时刻 他咻 他受到了打击 我自己的好朋友 参加我的婚礼 在途中车祸 意外身亡 在日记里头写着 我从今以后 我放下了自己的脚步 我连自己的生命 明天到底是如何 我都不知道 我为什么老是这么劳碌的生活呢 这种使他开始顿悟 给他开始重新思考 我人生的意义 我人生的价值到底是什么 难道 要等到这些事情发生在我生命里头 我才顿悟吗 我不能听见神的话的时候 我就开始思想 我人生需要的更高的层次 我不只需要物质 我需要灵性 我不仅需要短暂 我需要永恒 那一些人 没有永恒的时候 每一天说 把握当现在 把握当下 把握你所有的 今朝有酒 今朝醉 吃事喝喝吧 因为明天要死了 因为明天要死了 你听见吗 没有盼望 因为没有将来 只能把握现在 没有永恒 只能短暂 没有属灵 只有物质 悲哀 人的生命不是这样 我跟你谈上帝 你有感觉 因为你有灵在你里面 我如果跟你谈 鬼你会感觉 因为你有灵在你里面 我跟牛说 上帝爱你 哦 他没有感觉 因为他没有灵 你明白吗 所以你和我 一定要知道 上帝爱你 你需要上帝 上帝在你的生命里头 有一个美好的计划 他要你寻求他 你要你知道 一个更高层次的需要 进入一种 永恒的价值的事物 难道一定要等到 失去金钱以后 才发现金钱 是复生复灭的短暂性吗 它并不是永恒可靠的 经济风暴 股票大跌 房地产大跌 我才发现到 其实这是一刹那之间 就可以消失的东西 我才开始发现 我人生里头需要永恒 我是要寻求 超物质的层次 亲爱的弟兄姐妹 难道一定要 我面对死亡的时候 才认真去寻求永恒吗 我教会有一位弟兄 他跟他的表弟传福音 他表弟说 No 有一天 表弟驾着他的车子 往外跑 跑得很快 车祸了 意外了 四轮朝天 那一天 他也向天看 不再脚踏实地 他看的时候 往上看 车上有一行字 耶稣是救主 他说 主啊 你救我 就在那时刻 他朝向了上帝 就悔改信了耶稣 难道死亡靠近的时候 棺材送到我家的时候 我才醒悟吗 难道我这时候 灵在我里头呼喊的时候 我不会回应吗 我可以跟上帝说 上帝啊 我要认识你 你是永恒的 你是不变的 你的爱是我确实需要的 当我面对死亡的时候 我需要这样的寻求 同样的 当我世气的人间的爱 要等到我老婆跟我离婚以后 我才想起上帝吗 想起爸爸已经不在 妈妈也不在 老婆也不在 丈夫也不在 孩子也不要 难道要这样的光景 才寻求神的爱吗 不是的 而是就在今天 你在正常的时候 也是你需要的时候 所以让我们每回的打击 每回的士气 都在教导我们 珍惜生命中的祝福 同时引导我们去改变 做出明智的决定 不再重蹈覆辙 同样的 不要依然顾望 改变 我重新走出来 我要去认识神 我要让永恒的主 永恒的爱 进入我的生命 请你进来 进到我的家 我要你的爱 Amen 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默默地祈祷 跟上帝说 我需要你的爱 让我虽然不能永远 花好 月圆 人和 可是我今天 可以和你和好 让这个和好的爱 重新进入我的生命 让我以自己和好 让我以我的家人和好 让我的家 重新有一个美好的开始 让我知道 怎么样处世待人 上帝的爱 在我的生命里 就在今天 你对主说 主我愿意 我愿意回到你的跟前 我不要如此的虚度人生 过一次 动物性的生活 没有将来 没有永恒 只有短暂 只有物质 没有灵性 主啊 给我 就在今天 我愿意 把我的心 向你敞开 请你进到我里面 这样的朋友 我向你 邀请 今天上帝 呼召你 请你敞开你的心 请耶稣 进到你的生命 你说 主我愿意 不论你是谁 第一次来的 来很多次的 离开主的 上帝重新呼召你 今天 你说 主我愿意 我请你轻轻把手 举一举 然后放下 有没有 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没有 感谢主 感谢主 还有没有 阁楼的 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 阁楼的 还有没有 上帝对你呼召 请你不要拒绝 楼下的 还有哪一位 你说 主啊 我愿意 请你进到我的生命 我虽然不完全明白 但我知道上帝 爱世人 你爱我 我是世界上中间的一个人 我需要你的爱 请你的爱进入我的生命 滋润我干渴的心田 我过去所爱的 不过是一种情欲 这个情欲很快就过去 我要的是永恒圣洁的爱 今天请你进到我的生命 我请你进来 主啊 滋润我 充满我 给我人生变得不一样 让我的家重新和好 不再分裂 不再破碎 我要经历 这种和好的美 和好的温暖 就在今天 上帝呼召你 除了刚才几位举手 还有哪一位 请你轻轻把手举一举 还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 不要害怕 跟上帝说 上帝 你呼召我 你第一次来的也好 来很多次的也好 阁楼上面 你也一样可以向上帝 唱开你的心 感谢主 还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没有 上帝对你说话了 请你不要拒绝 我们中间有哪一位 你虽然说我不能节制 但是牧师请你为我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我倒是很想进一步认识基督教信仰 如果你是这样的人 我也请你举个手 还有没有 感谢神 很好 还有没有 我请刚才举手的 或者没有举手的 请你站立起来 好不好 请你站立起来 我要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祷告 不要害怕 感谢神 感谢神 太好了 还有没有 感谢主 还有 好 感谢神 来 请站立来为你祝福祷告 阁楼的也一样 请你们走到前面来 好不好 我要为你们做一个祝福祷告 来 请走到前面来 请从阁楼的 也可以出来 到前面来 让我们认识 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你离开主很久的 你也重新回来 好不好 还有哪一位 你刚才没有举手的 你也可以走前来 我真的很想为你做一个祝福 上帝爱你 上帝要施恩给你 你现在看了心里有一点感动 你说牧师 请你为我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我心里其实真的 感觉上 一种说不出来的孤独 我的人生 看不到一个美好的明天 或者你最近遇到了很大的困扰 你说牧师 为我做一个祷告 让我心轻 安静下来 我也很想为你祝福 请你到前面来 你虽然没有举手 你也可以到前面来 不要害怕 有没有 或者你家庭 有特别的需要 甚至你身体 有特别的需要 我都可以为你做一个祝福的祷告 你可以到前面来 感谢神 还有没有 来 可以到前面来 寻求耶和华的人有福了 这是圣经的话 好 请到前面 好 我们大家一起站立 为他们祝福祈祷一下 我请你们也一样开身 中间的基督徒 我们的活着是为着使别人得祝福 记得 像我们的神一样 所以祝福他们 为他们做一个祝福祷告 然后我们为他们祝福祷告 大家一起开身 至高全能的上帝 爱我们的主 这时候你的仆人 奉主耶稣的名 为着来到你跟前的 这一群的朋友 弟兄姐妹 和那些心灵中感到渴望 来寻求你的人 你仆人奉主耶稣的名 为着他们祈求 你给他们心中 你给他们心中 经历你奇妙的爱 滋润他们干渴的心田 让他们心中 有说不出来的安慰 让他们从今以后 能成为一个 与你和好 心中有和谐 接纳自己 接纳别人的人 主啊引导着 他们前面的日子 他们感觉到 茫然的时候 神不是对他们说话 无论他们 有意无意之间 你就牵引他们 走上正确的路 我们中间有一些人 遇到了困扰 家庭的问题 工作的问题 他们身体上健康的问题 他们感觉到 心中有无数的孤独 这时候你仆人 奉主的名 把这一切解禁掉 耶稣基督的宝血遮盖 主的能力 开始领导他们 阴披他们 使他们的身体 可以好过来 给他们的心灵 可以向你完全的敞开 领受你的充满 让他们的困境 能够被你解开 他们真正经济上有困难 而他们愿意求告你 你也可以为他们开路 上帝啊 对你没有一件事情 是难成的 更是让他们 真正的愿意求告你 把你的救恩 看为重要 让他们的心灵 领受到你的爱 像你在自勇 弟兄的身上一样 你也在这群 弟兄姐妹朋友的身上 显明出来 让他们明天的日子 变得更美好 这是我们的祷告 愿上帝垂听 愿上帝继续引到 保护着他们 和他们的家人 直到永永远远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好 我们的陪谈人 请带他们 他们写个名 认识他们 大家请坐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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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